網購不止方便那麼簡單 調查七成港人用來打發時間 莫同王維基不攪電視 轉移火力強攻零售 他之前接受我們訪問時 就很有信心說 網購生意一定會冒起 但現在真的要洗衣液才敢買? 不會的 摩同這樣說有多有道理 有調查就反映港人網上救物越來越普及 Mastercard 最近公布了一個網上救物調查報告 顯示94.7%的本地消費者 在過去三個月曾經網上救物 較上年上升6.7% 另一句喜訊是 本地消費者的網上救物滿意到保持高企 佔比去到67.9% 還有多達九成的受訪者 計劃未來六個月會繼續網購 較上年多出5.4% 不用問阿貴 網購的最大誘因絕對方便 但有趣的是 調查發現接近七成的受訪者透露 是網購唯一種有趣的方式來打發時間 享受網購多過實體店 那又是呀 購物的時光很快過 本港網購市場這麼有景 如果你打算開網店 以下數字就要聽清楚 有69.8%的受訪者就說 網購的最大誘因是簡單易明的網購程序 另外亦有60%的受訪者 表現免運費或低運費是最為重要 其次是交易安全佔56.4% 以及免除額外服務費佔46.1% 至於最常購買的網上產品和服務 紅空公司為列榜首 緊隨是酒店、旅遊、服裝及配飾 玩具及禮品及超市貨品 暫時HKTVMORE主打超市貨品 一透網購平台搞起座之後 或許會賣機票酒店package 都米說不可能